那微分那基本上 最簡單的好我們最常用就是 低度遞減 好 gradient descent 低度遞減 那就是說我們對 我們要一個我們的Cost function 然後對他做微分 然後減 就是結蛋 可以嗎?結蛋 你同學跟盧同學OK嗎? 盧同學OK,你同學好像不OK,對不對 你OK嗎? 曾文池同學你OK嗎? OK嗎?好,來 那我們要解釋要清楚嗎?對不對,來 盧同學為什麼是減?為什麼不能加 為什麼用減? 為什麼不能加? 啊,你點頭OK,來,曾同學,為什麼 用減呢? 來,同學來幫我下忙 幫我下忙,因為我們一直會用下去啦 對,我們要節省時間快點,來 對,我們要節省時間快點,來 好 他可能用減 所以你 會幫我解釋為什麼用減 好 沒關係,我們在做這個事情要回到初中 沒有,沒有,拿筆 要初中,可以嗎? 因為很重要,我才會請你上來,因為我後面 我要這個數學師,後面會 不戴到 回到初中 這是不是要初中嗎?初中沒有學為幾分啊 幫我寫 微分的基本定義 微分的基本定義 FH RUN,什麼定義呢? 來,聽名,對不對 對,來看 我會倒對 那 找救援 好,你看 找救援,來問 這邊剛剛點頭的,那個曾同學會不會記得 然後另外一個,李冠偉嘛 李冠偉,可以嗎? 我會不會講太多 你要 沒有啦,因為我會請他寫,因為最主要是 這個微分是後面會常常用到 這個微分是 好啦,我們因為省時間了,來 因為 如果是真的大學裡面,我就可能開始拖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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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x加上delta x,然後減掉fx 然後這邊就是delta x嘛 的limit delta x 去距離離這樣 OK嗎 OK嗎 好 了齁,那因為接近於0,我們就可以逼近,所以fx 可以嗎 就會約等於 把delta x過來 那就會f x加上delta x 減掉fx 可以嗎?對不對 對吧 這樣 那 蔡同學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好,就是說因為我接近於你這個把它撐過來 還沒 還沒 可以嗎 好 那因為我要整個函數在逼近的時候是極小化 我要做極小化 我要是希望下一步 雖然我們的人生是要可能要極大化 但是我們數學裡面通常是極小化 OK嗎 那極小化就是下一步 x加上下一步 以後這個值要比這個更小 所以這個要小於0 對不對 那這個要怎麼挑 delta x要怎麼挑 保證這個值會小於0 因為我是極小化嘛 我目前的然後加一個新的下去 然後我期望的是說 新的帶進去會變比較小嘛 會比原來小所以這要保證要小於0 那我就是目標就是這個delta x怎麼挑 負數我沒有說我 我只是說結果要負的啦 結果要負的 好 非常簡單齁 要保證這個負的所以一定要跟這一個 梯度 反向嘛 對不對 負的 負的 那所以如果這個正的 那就是這個正可能這個正 那減掉 這個結果還是負的 那如果這是負的 那負負得正正的下去 這邊還是 如果這個是負的 那那乘你這個正正的 那他還是會效於0 可以嗎 前面這個我們就是所謂的 就是你可能知道我們股票它會漲 那你投資下去 但是 你要投多少就要看你的財力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learning rate 這樣 了了嗎 可以嗎 這樣聽得懂嗎 可以嗎 了了嗎 譬如說如果這樣還不了解 就是說 我們假如從這邊出發要到加一次對不對 我們有一個距離函數對不對 那隨著時間距離函數它會越來 越大嘛 距離喔 因為離這邊會越來越遠 對不對 那問個問題 那個距離的微分就是速度嘛對不對 距離的微分就是速度嘛 速度微分就是加速度嘛 對不對 我問個問題就是 那我要讓 距離越來越小了 原來是越來越大 要距離越來越小要做什麼事情 調頭速度要反過來 對不對 車子原來往加一四開那我是不是要掉頭回來就越來越近嘛對不對 就速度變負的嘛 就是整個 就是原來距離函數的微分前面加一個負're 負就是倒過來 我用物理解釋就這樣 這樣聽得懂 builder 那這邊就是負的 可以嗎 那反過來如果極大化 如果目標是要極大化 就代表我這個就要選勝的 不是選負的 有了嗎 這樣OK嗎 這樣了 可以嗎 放下來 可以喔 好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這個函數會一直一直 那剛剛那個微分式 我們可能會在下午 或在下一次的上課 都會一直在出現 因為整個整個在深度學習裡面 數學就是可能就是這個數學 我們會一直在出現 那就剛剛解釋就是 這就是剛剛解釋 我們要選擇負的 負責T2 learning rate 可以嗎 我相信這邊有蠻多的同學 同學應該有開始用CNN或是 那牽扯到你們在 這邊有重要 我T2可以決定 那Alpha怎麼決定 Alpha的 learning rate 可以嗎 learning rate 怎麼決定 在這邊是人給 怎麼決定 所以又牽扯到問題 你在CNN在做最佳化的時候 有加 這邊 最後那一個 那個我們的李 李斯欽 對不對 你們的最佳化 那個Atima 是用哪一個 演算法 有ADM 有其他的對不對 有Stochastic 對不對 為什麼選 那一個 這個重點就是在這個 Alpha 可以嗎 Alpha怎麼選定 來 人工智慧學校 有沒有教這個Alpha怎麼選 請 忘記了 你們有教ADM跟那個 Stochastic 演算法的差別嗎 有moment那些 有是 所以代表我要教嘛 對不對 好 那這個Alpha怎麼決定 就 另外一個 我們應該是在 CNN教完以後 要教Atima的技巧 我們再教這個Alpha怎麼選定 好 那剛剛 就是我剛剛導的四周 我們這邊就可以跳過去 欸 是幾點要休息 還是我直接衝到十點 我可以 我其實我可以衝到 好 來 那接下來問題 等一下 我先 好啦 那我們現在的問題是說 我現在的問題 我們原來函數的權重 在不是這邊的weight 這邊是一個dimension 那如果我是多個dimension N個dimension 那我們個別去做微分 可以嗎 N個dimension N個參數 那記得喔 微分的定義 微分的定義是假設其他不動 其他不動 我可能有N個參數 那其他參數不動 然後我對那個某個參數去做 偏微 偏微 對不對 我對某個參數去偏微 OK 了嗎 那現在問題就產生出來的時候 我一個步驟 一個epark 一個epark 我要update是 update 某個參數 還是全部update 來 我們的那個 來 底灌尾 你有教過 是要 一個 還是全部 一個 那很慢喔 好 那就是 牽掃到不同的技巧 好 那你們想要看要怎麼update 對不對 就有不同機制 這很重要 那不同機制 會導致不同的結果 就我有N個參數嘛 對不對 N個參數 對不對 就是一樣 就是我現在要人生 要這atima的過程 對不對 是老婆比較重要 還是你事業重要 還是你上面上市 上市重要 還是小山重要 對不對 同樣的發生 那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爸爸 就是你的媽媽跟你的太太 掉在水裡怎麼辦 那 要怎麼救 對不對 要先救誰 兩個一起救你 沒辦法 對不對 那到底要先救誰 那這wt也一樣 你N個要怎麼調 一起調還是個別調 都有他的問題 好 我們等一下上課再討論這個問題 可以嗎 討論這個問題 那基本上你們在寫程的時候 在update的時候 那我如果有N個data 那基本上我N個data 每個N個data的時候 我在算的時候 我可以每個data丟進去 就每個epoc 然後我可以去每個data 每個data 那我們去做微分 我們先把它算出來 然後就去算它bios跟w 要去微分再去update 那這個可能最精準 因為微分就是 假設固定下去 可以嗎 但你會發覺 這邊有兩個回圈 每個epop 每個資料下去 當你這個資料 每個都要做update 可以嗎 非常非常的慢 非常的非常的慢 我們就是update方式這樣 update 非常非常的慢 好 非常慢 今天在那邊